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个父亲的眼神 今天说法被你播出开奥迪车的劫匪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今天的说法 我们一般人的印象当中 劫匪都是一些面容猥琐 衣着邋遢的亡命之徒 但是今天您将要看到的一伙劫匪 却是衣着整洁 戴着时尚的手表 还开着四五十万的奥迪车的人 这是一伙怎样的与众不同的劫匪呢 我们来看今天的记者调查 我们要说的第一桩案件 发生在河北省文安县 一家邮政储蓄银行门前 2011年7月3日 一名储户的四十五万元现金被抢了 这就是被抢的人 当地一家工厂的司机 被抢的那四十五万元现金 是工厂要交的电费 银行的监控设备 真实地记录下了这一幕 当天下午十四点四十六分 这名司机和女出纳 开着车到达了银行门前 两人一前一后进入了银行 当时两个人都空着手 把四十五万元现金放在了车上 他一下车的时候 他觉得别想低下 看看里面人挺多的 然后就枪的放手没动 女出纳在排队 司机站在银行门边 不时地向车上望去 因为钱还在车上 几分钟之后 女出纳排到了队伍的前面 他向司机使了一个眼神 司机出门取钱 当时是十四点五十一分 司机拎着钱 刚到银行门口的时候 从背后穿出来一个穿蓝色T恤的男子 当时屋内的女出纳 仅司机被劫曾向出手相救 可是被劫匪逼退 而屋内的其他主户都手无寸铁 面对迟遭劫匪无可奈何 司机手里拎着的四十五万元现金 一分不胜地被这伙人给抢走了 据受害人讲述 作案之后 这伙人就开车逃离了现场 不知所踪 案发地位于文安县下面的索克庄镇 镇中心区交通十分便利 接到报警之后 专案组在全县各大路口进行拦截盘查 盘查一直持续到了深夜 但是盘查并没有什么结果 索克庄镇以生产各种人造版而闻名 全镇集中了两千多家大大小小的人造版厂 这次被抢的四十五万元正是其中一家人造版厂上个月的电费 这期抢劫案件在当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也给警方带来了压力 在现在基本上没有一流 可供布我们破案的 这个痕迹物证 那现场对于我们来讲 那那那那的现场什么都没有 是吧 只有银行门口的这个录像 和被害人的报警 大白天 镇中心区域银行门口还持刀 这一伙劫匪可谓嚣张至极 文安县公安局迅速成立了703专案组 公安局局长张志超亲任组长 目的就是要尽快破案 一是要打击劫匪的嚣张气焰 二要还老百姓一个平安 目前能够给专案组提供最直接帮助的 就是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 民警们会从录像里读取到什么信息呢 这家邮政储蓄银行总共有三个监控探头 拍到了这货劫匪的作案过程 他们最早出现是在那天的14点51分41秒 逃离是在14点52分24秒 前后只有43秒时间 出现在画面里的劫匪是三个人 但是专案组分析 当时车上应该还有一名开车的人 不然不可能那么快就逃离了 这个团伙当时应该是四个人 或者四个人以上 戴口罩了 对 现在戴着口罩 那倒当时还侍卫 上里边是吧 先一只 第一个抢劫的先 第一个上个抢劫的先一只 抢的时候把拖鞋甩掉 哪儿呢 这儿 这是拖鞋 拖鞋 他甩掉了一只 他现在全一只拖鞋是吧 对 全一只拖鞋 通过这个事 可以看看他们对这个作难 比较老个人比较镇定 当时穿拖鞋 穿拖鞋 现在赶出门 看 穿拖鞋 穿拖鞋 找他那只拖鞋 对 从监控录像上看 这伙人给专案组的第一印象 就是经验老道 十分从容 根据常识分析 这伙人不可能是当地人 因为当时是在大白天 并且银行门前还有监控设备 即便是戴了口罩 也容易被熟悉的人认出来 可是这伙人似乎并不太担心这一点 都比较镇定 最后一大钱 这个穿广告的 用刀截 这一大钱 把它 调走 虽然可能是逃窜作案 经验老道 破案难度很大 但是录像中的一些细节 还是让办案人员眼前一亮 这是第一个 现一只 下去试试抢劫的 它也戴上手表 戴上手表 对对对 穿上 戴上手表 这个 个高子 个子高的 这个也戴上手表 戴上手表的一般都比较讲究 从这伙劫匪的穿着打扮来看 专案组认为这伙人的日常生活应该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 并不是那些穷困潦倒的一类 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出来打劫呢 这个时候被抢的那家人造板厂的负责人给专案组提供了一个情况 这个钱首先就是我们公司没有同意她动这个钱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 当天女出纳去交电费并没有通过常理 是违规的 并且出事那天是星期天 并非是工作日 一般情况下是不应该去交电费的 再者 当天女出纳的行程安排也让人费解 我们公司有18万的现金 然后她去农航取一个27万 再凑一个应该交50万的电费 这不是45万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 那个月他们厂总共要交50万元的电费 而这名女出纳先是从厂里拿了18万元的现金 然后又去了当地一家农业银行 提取了27万元现金 加在一起是45万元 接下来她本想将这45万元存到被抢的那家邮政储蓄银行 再从这一家银行的户头上取5万块钱 凑成50万元 办一张银行卡 去电力局交电费 结果刚到门口就遇到了劫匪 用这个45万去凑5万 这个是让我们很不解的 所以我们就想这个事 再有一个就是她停在外面那么久时间 为什么要是正常的话 抢劫这么容易 是吧 那个也没有人跟你反抗 你把车窗砸碎 你就直接能把钱拿走 很轻易的就能把钱拿走 她为什么没有拿 和这些反常情况相呼应的 还有银行监控录像中反映出来的异常 抢劫的过程中为什么也没有伤人 就是她用那个刀瓶轻轻地拍了一下这个人 拍得不重 反正就是我们当时就想这情况 是不是她勾结 就是不把她不能打枪或者怎么的 就是当时有没有考虑 一个怪异的男人 他在那转了一圈 或者看奥地车马上过来 一名幸运的储户 抵着一袋子签 一双贪婪的眼睛 坐在他身边遥望 有一辆尾随而至的小汽车 开奥迪车的劫费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为什么没有经过厂领导的许可 就擅自取交电费 为什么取钱的顺序十分反常 会不会是这名女出纳跟外人勾结 共同制造了这起抢劫案呢 专案组悄悄地对这条线索进行了跟踪调查 这一查还真有了意外的收获 其实专案组对女出纳和司机 当天的表现早就有了一些疑问 最大的疑问就是 这个团伙怎么可能知道 当天女出纳他们会带着巨款出门 并且最终还会来到这家邮政储蓄银行 这是女出纳他们在第一家银行 农业银行取款的录像 当天女出纳他们是先在这家农业银行取了27万元 加上原来从厂子里拿的18万元钱 总共45万元现金来到第二家银行的 也就是后来被抢的这家银行 虽然司机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 但是司机观察女出纳 他们在第一家银行取款的录像 专案组感觉到有一辆车子很是可疑 肥德勒走啊 因为他上车了 他上车了 坐在后排 这黄黄T恤啊 黄黄T恤对 这动了 奥迪车从掉头 从后面掉头 尾随上肥德勒 从方向走了啊 对 专案组通过仔细研究 农业银行门前的监控录像 发现这辆车子大有文章 专案组发现 厨师那天 女出纳他们在农业银行办业务的时候 这辆车子就停在农业银行门前的一条马路上了 14点34分55秒 车上下来了一名穿黄色T恤的男子 坐在了银行对面的马路边上 好像是在观察着什么 坐着他在那边瞭望啊 对 在那边瞭望 嗯嗯嗯 八分钟之后 14点43分 女出纳和司机两个人 从农业银行取完款出来 回购车 现在是他拿东西了吗 拿东西了 第一人一戴五千 嗯嗯 现在这个奥地车所在的位置是这个位置 嗯 这个位置 滑望着他 嗯嗯嗯嗯 然后这个飞渡开灶 就在女出纳他们开车离开的同时 一直坐在银行对面观察的那名 穿着黄色T恤的男子站了起来 应该是刚才飞渡洞的时候 对 现在卵腰 现在应该看飞渡那个受害症 应该是从农上出来 对 那么这辆车子为什么会在女初纳她们取款之前到达呢 会不会是尾随女初纳她们而来的呢 专案组对这辆车子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 结果发现了一个异常的举动 这辆车子最早出现在第一架银行的现场 是在当天的下午14点26分左右 当时女初纳她们已经到达农业银行了 这是女初纳她们的车 这辆可疑的车辆最开始是停在银行侧面的一条小道上 车子停门之后 车子上下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飞奔而出 从另外一个探头可以看到 这个人一直跑到了农业银行的门口 但是他并没有进银行的门 而是又折了回来 这名飞奔的男子离开银行门口的时候 那辆可疑的车也折了回来 停在了银行对面马路边上 那名刚才奔跑向银行门口的男子又回到了车上 那名男子为什么那么着急的要跑向银行呢 他们如果是女初纳的同伙 这个异常的举动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时候 专案组发现和这辆可疑车辆 同时到达现场的还有一辆车子 事后证明那是一辆储户的车 这是赛拉图 这是赛拉图是吧 对 这个奥迪车 每次都是郭哥哥 这下一个人 全是彩条T恤的都是 对 黑白向前T恤的这个 第一个一袋子铅 这是现日 刚刚来玩现日 刚才给你撞了一下 这个白陈衣给你撞了一下 有个白陈衣的人挡了一下 没跟上 他没有得手 从这个细节来分析 专案组认为 这名从可疑车辆上下来的男子 之所以飞奔而去 很大可能是针对那名 储户手中的钱款而去的 只不过 被这名穿白衣服的人 给挡了一下 没有得手 此后 他们的车 就停在了银行对面的马路边上 后面 就和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场景 接上了 车子上 另外下来了一名 穿着黄色T恤的男子 坐在银行对面 马路边上观察 看到 女初纳他们取钱开车离开 这辆车也随即启动 同向而走 通过刚才的监控可以看出 这名飞奔的男子穿的是蓝色T恤 和后面抢劫四十五万元现场的那名男子的衣服颜色款式是一样的 而下车观察的这名穿黄色T恤的男子和现场另一名持刀的男子衣服颜色也是一样的 专案组认定 这辆车子应该就是劫匪的车 他们是尾随女初纳而来的 然后实施了抢劫 有了这个认定 专案组认为 当天 这一伙人只是随机作案 应该和女初纳他们 关系不大 后来 专案组了解到 当天女初纳之所以没有请示领导就去交电费 是因为当天是交电费的最后一天 如果再不交 第二天就有可能会被停电影响生产 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 女初纳自作主张 虽然是情有可原 但出事的工厂仍然认为 女初纳缺乏安全意识 不适合出纳岗位 将她辞退了 因此 我们没有见到她 一起离奇的车祸 两名遭遇相同的生意人 一名在逃的嫌疑人 她被打击的能力 非常好 两种不同的作案手法 当时咱们也不能站上去这嫌疑人的口供 案件并被因此而破获 海奥迪车的劫匪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女初纳的嫌疑可以被排除了 那这伙人究竟是什么人呢 专案组必须寻找案件新的突破口了 就在这时 一个人名出现在了专案组的脑海中 张三柱 就是现在我身后的这个人 这个张三柱是什么人 他跟这起抢劫案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专案组会想到他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其实在这起银行抢劫案发生之前 文安县和周边的河北省廊坊 霸州大城等地 就已经发生过多起尾随银行抢劫案 赵先生是一家私营企业的小业主 2010年年底的一天 他从银行取了4万元钱准备去进货 当天赵先生没有带包 4万元钱就随手放在了副驾驶座上 离开银行没多久 就遇到了一起不同寻常的车祸 这要是正常的车祸也就罢了 可是从车上下来的人拿着砍刀直扑这名赵先生 赵先生的第一反应就是遇到了抢劫 他抓起钱就跑 就在赵先生被抢没多久 同样做生意的张先生也被抢了 张先生和赵先生一样 当天也没带包 在银行取了10万元钱塞进了车上的储物盒里 离开银行没多久 车子就被人给蹭了一下 他以为是发生了车祸 停下来观察 没想到等待他的是几名气势汹汹 手持砍刀的劫匪 虽然车门已经锁上了 但是塞在储物盒里的10万块钱 还是让那伙人砸了车玻璃拿走了 据专案组介绍 从2010年年底到这起45万元 抢劫案发生之前半年多的时间里 在河北廊堂 宝定 苍州等地 一连发生了类似的尾随银行 储户抢劫案多达14起 被抢的减款多达120多万元 那么大范围里六串 特别打击的能力非常高 这一系列的抢劫案 引起了河北警方的重视 在河北省公安厅 廊坊市公安局的指导和配合下 专案组经过八个多月的努力 2011年6月底 成功地将这个特大系列 尾随银行储户抢劫案破获了 这本案件就是在703之前 破的一伙尾随银行 张印生马三雷 尾随银行抢劫的案件 这是一个以张三柱为首的抢劫团伙 总共有七名成员 2011年6月29日 文安警方刚刚将这个团伙中的两个 嫌疑人张印生和马三雷抓获 包括张三柱等五人再逃 四天之后 2011年7月3日 这起45万元的银行门前抢劫案 就发生了 我们正在紧急追捕这波犯罪嫌疑人 这条线紧急追不放 专案组首先提审了被抓获的团伙成员 马三雷和张印生 但是 党专案组 将这一次45万元结案的监控视频 提供给马三雷他们辨认的时候 得到的结果 却是否认的 另外 专案组还考虑 这次结案 也有可能是张三柱他们 纠集了别的人干的 马三雷他们不认识 也有可能 为了揭开真相 专案组加大了对张三柱团伙的追逃力度 通过一段时间的追捕 专案组将张三柱团伙的其余四名成员全部抓获 而主要犯罪嫌疑人张三柱 由于吸毒过量 此时已经意外死亡了 专案组对剩下的四名成员进行了审讯 结果令人失望 相同的地方都是说 走势尾碎 储户 或是取款人员 适时作难 普通之处呢 张三柱这一夥 是等取款人一走 那车 制作车祸 或是得把这个车逼一听 上去拿刀 拿斧子砍 抢这个钱 这个呢 它是在银行门口呢 跟着 盯着 发现有 那欠夺的人 上去去拿手抢 专案组发现 张三柱团伙的作案手法 和这次45万元结案 不太一样 另外 最主要的是 张三柱团伙 虽然也是驾车作案 但专案组通过调查认定 张三柱团伙从来没有驾驶过奥迪牌小汽车 种种迹象表明文安县邮政储蓄银行门前发生的45万元抢劫案和他们真的没有关系 应该不是一伙人干了 用奥迪车抢劫 维斯银行抢劫这一伙应该是我们没有掌握的一伙传作嫌疑人 小区里被人威胁 两名幼儿和父亲被人威胁 大街上被人扯走金项链 奥迪牌小汽车疯狂逃窜 劫匪行踪中漏端移 他们回转的路线也是这叫Saint 开奥迪车的劫匪 今日说话继续播出 自从2010年年底 系列尾随银行储户抢劫案件发生以来 专案组已经连续奔波了快一年了 可以说人困马乏 可此时案件的侦破却失去了方向 梁海波文安县公安局副局长分管行侦 为了寻找突破口 他召集行侦大队全体人员再次对案情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在会上梁海波他们决定调整侦查思路 这起案件这个车辆比较特殊 是比较高档的奥迪汽车 这在我们平常案内是很少见的 所以我们就围绕这个奥迪汽车展开侦查工作 从前面的监控录像中我们知道 这伙劫匪虽然面戴口罩 并且在现场几乎没有开口说话 但是他们是开车来的 车辆肯定会留下运动轨迹 专案组决定加大对现场车辆的追查力度 奥迪A6L在市场上的售价一般都在四五十万元 能开这么贵轿车的人为什么还要抢劫呢 这伙劫匪显得愈加神秘了 但是到哪去找这伙人呢 专案组对河北廊坊和周边的地区类似的抢劫案件 进行了全面的摸牌 结果发现开奥迪车抢劫的案件 并非四十五万元 这一起 老师在哪 张先生是河北省大城县人 2011年5月份 也就是文安四十五万元被抢案件发生前两个月左右 他就在四驾门前被人抢过 当时小区的监控录像记录下他被抢的场景 中午张先生开车抢家 由于要接孩子 他将车子停在了楼下 可张先生没有注意到 就在他开车进小区的时候 他身后几十米远 还有一辆车子紧随而至 这是嫌疑车 奥迪车 嫌疑车 跟进去的 所以那个十块钱的车 拐进小区 那是拐进去了吗 拐进去了 对对 看另外一个画面 这是个嫌疑车的 嫌疑车 是少人下车的 少人现在干嘛去 下车接着有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 对 就在他打开车门 将孩子送进车内的瞬间 一伙人冲了过来 他刀了啊 哎呦 按在地上 按在地上 这次呢 这架海盗在车上啊 对 这架海盗在车上啊 对 当时 这架海盗就在车上抢捏的时候 这个船万色 上衣的 这前子最没拿起来是吧 对 从前排子 他走的时候还揣着人家乱脚 然后刀架在人家脖子上 嗯嗯嗯 张先生车上的四万块钱被抢了 而这伙劫匪开的车子 正是一辆奥迪A6白欧轿车 同月 文安县县城的大街上 还发生了一起 抢劫金项链的案件 劫匪开的同样也是奥迪车 监控探头 同样记录下了这起抢劫案 当天中午 受害人和几个朋友 站在街边聊天 有一名男子从他的身后走了过来 突然身后的这名男子 将受害人脖子上的项链给扯走了 受害人想夺回项链 这是从车子里冲出了两名手持砍刀的人 受害者只好逃离了现场 据坚定 这名受害者被抢的金项链价值十多万元 还是在2011年5月 在苍州的黄华市也发生了一期抢劫案 当时的监控设备拍到了劫匪车辆逃离现场的画面 这还是一辆奥迪车 同一天 河北省仁秋县一位老太太的金箱链也被抢了 当地收费站监控设备拍下了劫匪的车辆 同样是奥迪车 虽然挂的牌照不同 针对的对象也并不全是银行的储户 但都是抢劫案 那这几起抢劫案会不会是同意或劫匪所为呢 专案组首先对这几起案件中的奥迪车进行了分析 这几起案件中的奥迪车虽然挂的牌照不一样 但是专案组发现他们的很多细节都是一致的 为此专案组将这起案件中的奥迪车的图片 提供给了一些汽车方面的专业人士 通过专家的辨认认定 这几起案件中的奥迪车都是同一辆车 不仅如此 这几起案件的受害人指认 抢劫他们的劫匪和文安县邮政储蓄银行门前发生的 45万元抢劫案中的嫌疑人 都是同一伙人 一名被褒奖的男孩成了贼王 一名被褒奖的男孩成了贼王 一名村长孟子成龙希望落空 一个儿子的下跪 一个父亲的眼神 开奥迪车的劫匪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这几起案件都是由一伙开着奥迪车的犯罪嫌疑人所为 那意味着有更多的线索可以利用 在这几起案件当中监控录像拍摄到的犯罪嫌疑人开的奥迪车曾经挂过两副车牌 一副是GJ27H89 一副是GR5550A 这两副车牌哪副是真的哪副是假的 专案组会根据车牌找到犯罪嫌疑人吗 这是那个那个牌照 GJ27H89 是一个黑色的长长牌汽车 波罗 波罗牌 劫匪的奥迪车挂的两副车牌照都是盗窃来的 主案组希望据此查出劫匪的愿望落空了 但是主案组将这伙劫匪所做的所有案件 根据作案的地点标在了地图上 这伙人的运动轨迹却十分清晰地显露了出来 在黄黄的这一起 范围先生抢完以后 车辆是沿苍州 途径卡口 往回 就是说往这个西南方向走 在大城 仁秋 文安 这个区区那种场景是连续去持续发生的 一起接一起 抢完以后 他们回京的路线也是直向线去的 这伙劫匪的作案轨迹显示 他们的落脚地很可能就在文安县 城西南方位的河北省县县县内 有了这个判断 专案组悄悄地将调查的重点放在了河北县县 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牌 有人通过监控视频认出 当天作案的这个穿着黄色T恤的男子 很像是现现当地的一个名叫小康的人 小康全名于国康 十年三十二岁 户籍上的相片是他十几年前照的 由于盗窃机动车的技术十分高超 被人称为贼王 并且由于涉嫌两起机动车盗窃案 于国康已经被河北县县警方通缉 09年10月12号 于国康火通催管委 在许宁县中斋村 加拿大旁边盗窃白菜这大车 在2010年3月份 于国康销售一辆 以26000元的价格销售一辆倒墙汽车 为了能够将于国康抓获 专案组去了一趟于国康的老家 希望能获得线索 据于国康的母亲说 她有五个女儿 一时没有儿子 出于传宗接代的考虑 他们抱养了于国康 那个时候于国康刚刚三岁 全家人包括今年已经九十岁的老奶奶 对于国康都十分溺爱 正是这种溺爱导致了后来于国康对自己的放纵 于国康的母亲讲于国康十分喜欢赛车 但家里的条件有限 所以她走上了盗窃机动车辆的道路 2008年于国康结了婚生了儿子 被通缉后 她就带着媳妇儿子离开了家 几年都没有回来了 于国康的五个姐姐都出嫁了 养父也于五年前离开了人世 现在家里只有老母亲和年近九十岁的老奶奶为伴 办人员从于国康家里并没有打听到什么线索 临走前办人员让于国康的母亲再一次辨认一下 视频里那个穿黄色T恤的人到底是不是于国康 结果让办案人员心中意紧 于国康母亲的说法让案件侦破的希望一下子变得渺茫了 这条线索是不是要就此放弃呢 就在专案组感到有点绝望的时候 他们从县线获得了另外一个消息 有人从监控录像当中认出了那名穿蓝色T恤的男子 说他叫冯金婷 就是这个人 他也是县县人 专案组会由此获得突破吗 冯金婷父亲 冯金婷父亲年轻的时候一直是村里的村长 对儿子抱有很大的希望 但是冯金婷不争气 读到初中就死活不读了 进入社会之后还染上了赌博的毛病 屡教不改 老婆也因此和他离了婚 带着女儿走了 冯金婷的父亲说 离婚之后冯金婷更加不着家了 冯金婷是家里唯一的儿子 父亲今年已经74岁了 母亲由于腰椎断裂 长期无法愈合一直卧床 老父亲本来指望儿子能够在母亲的床前尽孝 如今看来是指望不上了 很快 专案组在当地一家洗浴中心将冯金婷抓获了 经过审讯冯金婷承认监控视频中穿蓝色T恤的男子就是他 并带着专案组从他家的外屋起出了十多万元的赃款 离家之前 冯金婷意识到自己涉嫌重罪可能回不来了 提出要看看老母亲 也有了 我用手做不上的 这会儿你也说我没得到我们俩 我也得这最后一个是什么 我用手做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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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这个车大部分是为他向这点之后花的 一分钱咱们也没见 据冯金廷交代 他们这个抢劫团伙总共有四个人 其中主要的负责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贼王于国康 他们抢劫所用的奥迪车就是于国康提供的 于国康的母亲当初没有认出他 可能是图像不清晰 那于国康为什么会组织冯金廷等人抢劫呢 他的奥迪车又是哪来的呢 这个时候 专案组得到了线索 于国康很可能藏身千里之外的 安徽省淮南市他岳父的家里 2011年7月底 在安徽淮南警方的配合下 专案组将于国康抓获了 于国康的妻子也因为涉嫌 窝藏包庇罪被拘留 就在专案组准备将于国康夫妻押解回河北的时候 夫妻双双被抓 儿子还只有四岁 于国康提出希望能够在离开之前 看一眼儿子 看好的孩子 还会归来看孩子的 好 走吧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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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走走走 别激动 别激动 是吧 Nieu 你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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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于国康交代 他之所以会从盗窃机动车 演变到抢劫 主要是因为赌博 欠了几十万元的赌债 而盗窃来的机动车又不好出手 无奈之下 他就驾着偷来的奥迪车 再挂上盗窃来的机动车牌照 纠集了冯金廷 王清杰 李有余等人 从2011年年初开始 进行了多次抢劫 总案值打几百万元 是吧 没开 没砍 对 看着没砍 盗贝吧 人家盗贝 是吧 还是有个护计 是吧 虽然这起特大尾随银行储户抢劫案 成功告破 但是记者注意到 在文安当地 很多储户并不注意钱款的安全 就在这次45万元被抢的 邮政储蓄银行门口 我们随机拍到了一位储户 是不拿上钱的吗 呢 你平常拿钱都这么老的吗 好人家啊 不是第一次这样呢 平常有宝 那你们以往在银行的门口 抢一家钱的时候 一般看什么样的人家下口 抢一钱嘛 这份的钱不分人 抢一家钱嘛 抢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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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 但是他们卖给 人家也不用太少 太少了 太少了 不过我这个人 你不知道他要很高兴 那手拿着就抢一抢 他有老手抢 对 那么国安机关呢 提醒他们 如果确许需要取现您 接伴 是吧 有伴配护 注意周边的情况 那发现一个发现异常 我可以不去了 或者可以打个电话 报个警 那就 就可以避免了 由于涉嫌 抢劫盗窃等罪名 于国康 冯金婷 王清杰三人 被专案组刑事拘留 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 李有余 目前还在被通缉之中 一系列银行门前的抢劫案 成功告破了 文安警方也给储户们 总结了四要四不要 一 就是大额交易的时候 要尽量的用支票 或者是刷卡转账 而不是要大量的提取现金 二 如果您非要提取大量的现金 那么要做好一些伪装 比如说您可以把现金 装到一个胯包里 然后手里边再提一个银行的手提袋 里边装一点废报纸 万一您要遇到劫匪的话 那个劫匪可能会直奔 那个手提袋去 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三 就是取大额现金的时候 最好是几个人一块去 不要一个人独自前往 最后一点 现在很多地区的警方 都对提取大额现金的储户 提供了全程保护 如果有可能 您最好事先联系当地警方 以免遭遇不测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MING PAO CANADA OBSERVAN